各位觀眾 你要的頒獎的影片來了 我們先看看吳予農剛剛受訪 我們再來評論 我覺得我跟大家都蠻熟的啦 那我們打了一局不是很理想的球 這也沒有什麼好覺得委屈或自責的 最重要的是下一局又開始了 我們現在要全力以赴 為鍾正萬華、魏林昌佐 守下我們這一席地位 酸言酸語的評論是難免的 特別是來自競爭對手 特別是來自發起罷免案的對手 其實 幫你舔了一次 剛再切掉好不好 事情是這樣的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不要嗆到 事情是這樣的 記者提問說 舔唇跟韓國瑜被放在一起 你怎麼會有這樣的動作 他先說我們下一題好不好 然後再來呢 又說 當天比較緊張嗎 他說其實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再舔一次 他就再舔了一次 然後舔完了之後呢 他就說 剛才這個切掉好不好 今天年底了 我們就放過我一把 剛剛那個剪掉啦 來完整是這樣的 採訪可以剪掉 我們先讓兵哥來講 來剛剛就說剪掉好不好 剪掉 我跟你講喔 你看現在吳怡農這樣子 我覺得他至少還看起來滿腼腆的 你知道 可是你知道三立新聞報是怎樣嗎 是吳怡農怒刺欸 說是國民黨剪接抹黑栽章 才散布這種影片 對 這真的是大家自己看 這是剪接的影片嗎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啊 他就是面對這些媒體記者 他有點不知所措 然後也不知道自己該講什麼 我是覺得 我看他的樣子 真的不太適合從事政治工作 他家其實也不缺這個錢 何必咧 我覺得去做一個他自己喜歡的工作吧 昨天那個影片一開始先出來的時候 對不對 大家各家的標題都不太一樣嘛 那綠媒標題是把它包裝為說 因為他敗倒在總統的石流 真奶襪下 不是群啊 這會不會太偶心啊 因為他襪子有點像真奶嘛 敗倒在襪下 我拜託喔 我跟你講 我拜託你們這些媒體稍微 有點斬折好不好 不要這麼離譜好不好 你們自己扪心自問一下 假設今天講的這個話是韓國瑜 他有戀愛 韓國瑜我打算要 是 吳英諾有戀愛 我不知道 我怎麼會知道 我跟他不熟 假設韓國瑜講說 他這個時候正在看 比如說 李梅貞的襪子 長這麼樣的話 你想想看第二天一定 所有的媒體 全部都把他罵翻了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因為真的很誇張嘛 那吳英諾看 我到現在也想不通 你一個年輕人 你沒事 你在台上演講的時候 一直去看一個六幾歲老女人的襪子 到底要幹什麼 我真的不懂耶 你到底腦袋有什麼問題啊 拜託去檢查一下好不好 有什麼事情 要趕快去治療 說真的 台灣現在這種滿街亂殺人 亂做奇怪的事情 已經太多了 拜託你先治療一下 或是去檢查一下 我們至少從你開始 你是執政黨的一份子 我們先實施預防性羈押 可能對你是比較好 來啦組長剪掉啦 沒有啦 要你舔就舔啦 我先這樣講 就是 因為剛才我們討論的時候 佩軒有講過 他去訪問吳英農的時候 吳英農經常喘氣 那是 是不是 不是我有說吸氣吐氣 你喘氣這樣子 等一下是要不要我怕 等一下被他農夫報共 我跟你講我另外一個專長 就是把一個明明很正常都會 描述得很猥褻 對 就是 那我的意思說 如果他一直吸氣吐氣的話 是不是他廢火量不太好 有可能啊 對啊 那你想想看 這個我們昨天講明道 不好意思 因為我涉獵很廣 明道不是去幫那個 張婷跟林瑞陽 他們底下直銷的那些 客戶站台嗎 他中間還附帶什麼服務 就是他要跑去 紋你的脖子跟頭髮 哇 這個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也許 肉麻式服務 不是就是他 可能他想要覺得說 今天是不是能夠展現我的費洛蒙 就是能夠讓大家覺得 我是一個很性感的人 而且回去的時候 他可能不行 這是狗才有的習慣嗎 我也不知道啊 怎麼會這個樣子 我這樣講 就是 我們也不要一直講說 他喜歡看人家腳 或是什麼 每次遇到記得來訪問 就在喘氣 我覺得真正的問題 吸氣吐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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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覺得剛才的問題是 怎麼講得好像已經敗選了一樣 你知道昨天明明 他不是主角耶 他就是上台致辭 然後兩光的 對好感覺好像是敗選 對 他就忘詞而已耶 怎麼給我講了一個高大上的說 我們這一場仗呢 打了一局不是很好的球 打了一局不是很好的球 沒有叫你打球啊 孩子 是叫你致詞 講短短的一段 然後你用臉去接球 然後你跟我講 我們打了一局不是很好的球 不是這樣的 他這個很像小學生 就說 老師各位同學 大家好 今天我要講的是 為什麼我昨天偷看人家的腳 導致分心 就他的狀況是 那些事情就輕鬆以對 就混過去 我其實不反對他現場再舔一次 你知道因為 政治人物有時候好笑嗎 就大家哈哈哈哈 笑一下就混過去 可是他舔完又後悔了嗎 對 就是我記得那個記者 好像姓張東森的 對不對 我們很熟啊 他就在後面說 要不要再舔一次 他還真的就再舔一次耶 就 我覺得 這個故事應該是說 如果今天我是 這個 如果今天我是無依農的話 我應該要站出來說 我知道大家都笑我啦 那沒關係 我就再舔一次 那舔給大家看 而不是後面有一個記者說 欸 要不要再舔一次 馬上就舔一次 那怎麼樣 那你這麼聽記者的話 你以後要怎麼樣子 認真的面對這些媒體 我覺得原來是一個小錯 對 那你也知道我們的魷魚女孩 也就是很愛酸無依農嘛 那這個 所以他酸一酸也OK 可是你做 那麼認真的反應說 這一球我們沒有打好 我們要再繼續打下一球 不過就是上台自個詞而已 你怎麼講啊 林昌佐已經 已經被霸凌掉了 輸了 我如果是林昌佐我想說 那下次麻煩你不要來 因為上次也是這樣 那個高嘉瑜 我不知道賓哥跟賴教授記不記得 就高嘉瑜那時候抱著殘破的身軀 上街去幫林昌佐站台的時候 好像記者都想要問 然後吳一農還出來打 還幫他打 這個今天就不要先談這個 那下一次大家又要出來問 吳一農說 請問為什麼很愛舔嘴唇呢 吳一農是不是也說 因為我嘴唇乾 我跟你講啦 塔律班接下來的做法 我都已經可以再預料了 接下來一定有很多農夫說 想不到 一農為了黨 犧牲到這種程度 嘴唇都乾裂了 讓我們塗上護唇膏之後 幫他嘴唇再塗上更多的護唇膏 不是嘛 你看你每次都給我搞這種爛七八糟的 性幻想的宣傳 那要怎麼樣呢 大家就認真講 是一個市黨部主委 台北市黨部的主委 你在當天的表現不好 就痛定失痛就說 對不起我當天可能太緊張了 我當天就是不小心 這事情就沒有了 但你還要印出來 覺得自己可以扭轉乾坤 然後硬弄一下 我真的覺得 要嘛就是他幕僚很兩光 要嘛就是他自己很兩光 再不然就是整個民進黨 現在因為大勝太多次都鬆懈了 我還是建議這個 佩萱下次再去訪問的時候 看他會不會再喘氣 搞不好 佩萱一定要一直告訴你說 他是一吸一呼 一吸一呼 不是喘氣 所以就我跟你講 下次你去採訪他的時候 你不囉嗦你帶一根桿子 上面掉一根花襪子 你看 我跟你講 我真的兵都講沒錯 我真的兵都講沒錯 只要在他那邊掉就好了 我最近幫吳一農想好了 以後吳一農呢 這個月的薪水就是 蔡主席穿過的花襪子 他一定覺得 喔太棒了 我今天竟然可以獲得一個 這麼棒的一個禮物